大家好,我是孟川 今天的主题是推网把我累了 我推不了 因为我天天刷短视频 大数据天天给我推一些小姐姐 然后我划过去了 他不会以为我不喜欢小姐姐 他觉得我不喜欢这款小姐姐 还给我推 大数据是对的 我老婆也不管我 因为她在忙着看帅哥 我们就属于开放式短视频 哥刷哥的 然后其实大数据还会给我推好多我自己的演出 我就看到底下有条评论 口音好重啊 我回复 也没那么重吧我觉得 他说你是山东的当然觉不出来 我说我是山东的你咋看出来的 他说你不觉得你打字都用盗装句吗 我说不觉得呀我 其实除了效果的工作 我还在微博剧委会里边兼职 就是处理一些违规的帖子 这两天节目播出之后 许多特别学演员被骂了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吧 骂他们的时候收敛一点 要不然增加的都是我的工作量 如果非要骂咱们各推一步 咱别在微博上骂 而且微博剧委会是考试进去的 但是作为一个山东人 怎么会怕考试 其实考试的内容 就是处理各种判断 然后这是哪种类型的违规帖子 很容易选错 比如说有个很暴露的头像 写着看视频什么什么网址 这属于哪种类型的违规 我一想 这不属于社区福利吗 看完笑看完笑 这是属于违规引流 但是你要是再深入地调查一下 发现 这其实更属于虚假宣传 违规的帖子 大概就分这么几类 比如说40%左右 是地狱攻击 山东怎么样怎么样 有30%几是男女对立 比如男人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一些混合性攻击 比如山东男人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一些后就特别过分 它不为规 但它夸得特别过分 就像刚才斯文姐说的 李旦 虾系男友 然后说他去投可食用 但是李旦那点精华 不就在头里了吗 还有人喜欢李旦的身材吗 别人 这是我的马甲线 李旦 这是我的虾线 而且还有人说 我喜欢的就是李旦的穿搭 合着你们喜欢虾皮是吧 其实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人们的沟通多了 甲装腺结结也多了 有些杠精真的什么都杠 感觉他们看个童话都会杠 比如说圣诞夜 卖火柴的小女孩 因为穿得太少 被冻死了 底下肯定有杠精会说 我就说吧 女的穿得少了容易出事 然后为了其实治理 网报这些事 还有水军这些事 各大APP开始显示IP地址了 前两天看到一个吉林网友 发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视频 底下就有人回复 说东北人怎么这样 这时候一个黑龙江网友 就站出来 说他是吉林的 我第一次见到 因为一个网友 东北地区准确地化坟黑吉林 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 说这个人是山东人 闯关东过去的 但是这个措施 我觉得也起了一些作用 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些 特别想拍你的事 我就等我出差不在山东的时候 集中回复 在高铁上收到短信 大美某某欢迎你 我就知道该回复了 不知道他看见我说的啥 还欢迎我不 其实现在我感觉 治理网络暴力的程度 还是不够的 我有一个特别邪恶的想法 就是在ID后边 加上身份证号 但是全部胡上 你每被举报一次 就给你扣开一个数 这样乍一听 是不是还挺过瘾的 但这其实 就是跟网报是一样的 就是在用违法的手段 治理不到的 最后呢 还是希望大家上网开心 违规的事呢 就交给我们微博剧委会了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谢谢孟川 三 二 一 停锁票 我想说的是 我谢谢你啊 孟川 谢谢你 谢谢你 虾系男神 虾系男神 我虾线扣出来 成事 因为我看网上有个说法 说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长了个头啊 范晨晨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说哥你看大家都叫你虾系 我说什么意思 我还挺美的 我点开看了两分钟 我说范晨晨 你真是吗 你真是吗 你有腹肌是吗 我没有 我虾系男神 没说 不是 我觉得就是 刚刚其实斯文说的也合理 就是川哥讲了一堆 网报啊什么 但网友朋友们有时呢 又是特别友好的 让你不知所措 就想搭那两句 又不知道该怎么夸 其实就是 那川哥你是真有这个剧委会的 这是吗 是 我现在就是每天会给我发好多帖子 我们投票 判断这个帖子是不是违规 或者哪种类型的违规 咱们山东人真这么爱考试吗 我听着这个也挺费劲的 对 山东人其实挺爱考试的 我这两天还把一个射箭的证给考下来了 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比赛对孟川没有什么压力啊 他还有余力做很多别的事情 我能不能向微博剧委会的同志申请一个微博的功能 就我觉得微博真的非常需要设定一个功能 就是点赞确定和取消 太容易手滑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真的是为了这个怕自己手滑 从右手持我手机变成了左手滑手机 我就觉得真的应该有个点赞 然后出来一个对话框说确定还是取消 然后按完取消之后出一张无精的照片 有惊无险 对 炸了炸了 就这样 就这样 好不好 谢谢 给我拍张 只有拍张 没有拍张 谢谢 就你天天看这么多闹新的东西 没想过推网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网络条件不好了 更需要我们这些人去处理那些闹新的东西 正义英雄 哇 厉害厉害厉害 男姐想过推网吗 我不行 我不能推网 因为我们家现在的条件是 我是我们家唯一支弄起来的那根天线 我要是再推网了 我们家就属于物理性断网了 金哥也不看 他看的方向就跟我们冲浪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他真的就是看新闻 所以好多你跟他说的梗啊什么的 他也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上网也特别少 我特别喜欢线下的那种交流 我不会在网上怼人 但我线下如果直面的话 一对一的那种 那确实我们都知道吧 中国人民都知道 然后在上一期用一种自杀式的表演 逆袭 打败了鸟鸟 把鸟鸟给淘汰了 这一场不知道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掌声欢迎 孟川 我今年刚入职了《效果文化》 我也结婚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公司的指标 是积分啊 还是尤浩啊 习文化很中卷 太难了太难了 我是个山东人 我的老家是山东张秋的 然后打小 我就想 我以后一定要去大城市工作 去济南 我努力了三十年 终于在前年 张秋被化成了济南的一个区 我们村以前还挺穷的 我爸当时买了村里第一辆摩托车 街坊就说 这车真好 这车真好 我爸说可不是吗 我这个车 加满了油 一次能跑八十几厘地 街坊说 那有什么缺点吗 我爸说缺点就是 最近的加油站一百多厘地 我在济南工作了三年 那个时候的工作就是做表格 每天早上十分钟 把数据往上一填 往下一拉 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我感觉我们这个行业最难的 就是要保守这个工作 过于轻松的秘密 而且真的也没有啥存在感 好像公司知道我存在的 只有发工资的会计 我就感觉我特别像一个卧底 如果我的上线老会计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 我开会的时候就发呆 盯着老板的头发走神 他的头发是那种中间秃 左边覆盖右边的已久分 而且后来头顶更加的破土而出 一九分就变成了零十分 他刚洗完头的时候 就头发蓬松着 悬浮在头皮上面 特别像一架过街天桥 而且开会出饭了 头发打柳 一低头就会出现一个五仙谱 有一天我就路过老板的办公室 就看他坐在里边 可能因为太热了 他就把自己的头发掀了下来 还这样了一下 真的当时我被吓了一跳 因为我第一次在同一个人的头上 一次看到了短发 光头和披肩发 超哥晋级了 你超哥踩一踏 超哥他挺了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说老板 成梁呢 我们老板脸一红 把头发又甩了回去 第二天 老板就把我的工位调到了厕所旁边 后来有一个哥们 因为上厕所的时间太长 被开除了 全公司都在疯传 说我每天坐在那张表格上面 记录着每个人上厕所的时间 个别时候 我们老板还会跟我套近乎的 非让我坐他的车回家 说只收顺风车的费用 他开着车的时候就喜欢听郭德纲 听到开心一处 还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我就只能转移 他听乡声的注意力 我说老板 你周末忙吗 老板说 哎呦我忙死了 我忙着考科目二呢 吓得我一路只能不停地提醒他 我说老板你看路看路 老板说 小孟啊 我告诉你 看着人说话才显得真诚 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我们老板真的太口了 年底团建 别人的公司去饭店大吃大喝 我们公司团建 全体员工去山里壁谷 壁谷你们知道吧 就是被迫绝食 晚上勾火晚会 还要准备自己表演的节目 有俩哥们下午就打起来了 哇没办法 大家都饿成那个样了 那哥们在准备晚上的节目 报菜名 还有个哥们就挺聪明 他临时改了表演内容 表演陈佩思老师的吃面 然后以演技不好为由 真的要了一碗面 一段无食物表演 生生变成了有食物表演 彩排期间我又看到了 不该看到的 我们的老板竟然在跟秘书偷吃 秘书吃盖饭 老板吃面条 具体什么面我也看不清了 因为被老板的披肩发遮住了 老板发现了我 一甩头发 面条糊了一脸 我赶紧就跑了 我说完了完了完了 这次工作要到厕所里边办公了 演出完之后 老板就给我们讲话 一个劲的打嗝 老板还圆场 说呀 我这人一醒着就打嗝 然后说这话的时候 他明显不敢看我 明显看出他不真诚 我真的生气了 我说你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谢谢大家 我们说 再来一个 进了 进了 这肯定进了 谢谢孟川 三 三 二 一 请搜票 这场又温柔了 大老师 而且孟川我感觉现在可以夺冠了 感觉已经 我以前在海边碰见过一个 那个叫什么一九分的那种 是吧 然后他一起的时候 旁边的孩子说 还怪 还怪 然后那个人 也是这么一甩之后 下那个海里之后 这头发一直在海边 这么飘着 飘着 我就是听到他讲头发这一段 我觉得讲得特别好 因为我都一层一层经历过 有一次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掉头发的时候 那个就是头发就是 我就是老戴的那棒球帽 后来有一次 那个自行车等红灯的时候 把帽子给吹走了你知道吗 突然呼就立起来了 像一座山一样 原来我们就是 我们领导开会的时候 就是看着他那个头发 真的跟一张大嘴似的 那个空调吹的 他就蠢蠢欲动 欲说还修的 我们有一个同事 他特别狗腿的 他看领导热了 然后他就把那个空调要调低 就按成了强风 我们领导那个国节天桥 就立起来了 我当时被看出就因为 我说了一句 我们领导真的很拔尖 我没想到 开场遇到了一位四合一选手 太难了 其实半决赛真的太难了 我写稿写的上火 我致尺都发炎了 前两天去拔牙 医生说你这两天只能吃硫石 然后后来上口疼 去复查 医生说你有点发炎啊 你昨天吃什么硫石啊 我说纯生啤酒 医生说那我再来点酒精 给你透一透 我说不行不行 我这人不能混着喝 邪高以外 我又经常带我小孩 在小区里边溜达 认识了好多的大爷大妈 他们还问 说你是自己带孩子啊 我印象中就是 不是爸妈带 就是自己带妈 我说啊 现在小区里边都疯传 我是一个单亲爸爸 上海的父母也太拼了 我楼上的小朋友 四岁 每天练琴两个小时 我觉得不能输啊 就让闺女每天听两小时 他孩子当钢琴家 我闺女当乐评人 他们都拥有美好的未来 隔壁邻居的孩子才三岁 去学马术 三岁啊 上海是没有摇摇乐吗 你去学马术 那个马能教你爸爸的爸爸 叫爷爷吗 我就打听了一下 哇 医学期好多万 我们家然后就紧急 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决定不能让孩子 说在起跑线上 让我当马 为了让他一马当先 我得先当一马 我这匹马当的 善解人意 指哪怕哪 昨天又看到邻居 特别丑 说哎呦 我孩子好像不怎么喜欢骑马 我说那一定是马的问题 我闺女可喜欢骑了 人家就说 那你孩子骑的马 是什么血统啊 我说汉祖 在血保马 家庭内部也有好多竞争 就是之前孩子学说话 我老婆就一定想让孩子 学会叫自己 她经常指着自己 说叫妈妈 然后指着我说 叫孟川 所以现在我一回家 我闺女就回来了 孟川 我就老想纠正她 我就对她说 不懂事 叫爸爸 有次我爸来我家 就喊了我一声 孟川 闺女特别生气 就冲过去了 不懂事 叫爸爸 其实跟好多小孩待久了 就发现其实成年人 有时候比孩子更不懂事 前两天在医院 就遇到了一个 巨婴型的病人 就在跟护士吵架 会说你看这一栏 微波炉禁止热牛奶 大哥还挺讲理 我知道啊 禁止热牛奶 我又没有禁止放凉牛奶 这就是潜意识理 按自己的欲望 扭曲话的意思 就像我初中刚开学 我爸就把我领到老师跟前 说不听话就打 第一天我就把老师打了 而且那个大哥太自我了 中午非得在病房里边 吃螺蛇粉 我就委婉地劝 我说大哥 是不是不应该 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呀 但是拦不住啊 大哥说 这也太不刺激了 那种坚毅的眼神 我见过 就是我闺女非得骑马了 就那么看我 然后外卖到了 一打开那个盖 隔壁床 还在麻醉器的病人 就醒过来了 大哥说 这样有点刺激了 然后302病房 就开始沸腾了 先是出来了一个大姐 脸都熏绿了 举着调瓶 恍惚中我都觉得 看到了自由女神 后边就是什么主拐的 坐轮椅的 然后护士就接到了 自由女神的举报 就赶紧跑来了 然后护士就说 八床呢八床呢 瞎不让你妈来医院一趟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 我希望天底下的孩子们 都快点长大 让爸爸妈妈们手挫着心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这级路转这么狠 就直接就到头了 到点了 谢谢孟川 是否希望在总决赛 看到孟川 投票权在各位手里 最后三秒 倒计是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们呢 为了保留悬念 暂不公布票数 我们当第七位演员 表演结束 产生晋级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在公布 川 为什么这个结尾 这么仓促 其实这个结尾 是换的 然后我开始 写了一篇 徐志胜和何广志的 cp文 我俩不想听 就是那天晚上 写他俩 我觉得 哇 这篇太脏了 这篇一定能赢 但是 我不允许自己赢得那么脏 没法说了 我自己也羞耻 但是很开心 哎呀 他最后这个结尾 太硬了 但是那姐 好像听进去了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希望 孩子慢点长大 但是他那个是 说的是 可能他的心声 但我是觉得 我的心声 其实是那些 巨英脉快点长大 巨英脉 太烦人了 巨英 并且他光欺负人 他也不教我爸爸 我就亏了 因为我觉得 孟川就是那种 创作型的 其实我觉得 孟川本来写小说 然后 你有没有考虑过 做编剧 我其实 就直接说吧 我是效果 未来的总编剧 所以淘汰了 不管戏 淘汰了 我下一期 就是总编剧了 这个消息 是从哪传出来的呀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是真的 我们从这一季 比赛一开始 就说川哪天 淘汰了 咱们就 开始走上 总编剧的岗位 结果一股 咕咕咕咕咕的 为了不当总编剧 已经走进了 半决赛 是吧 厉害厉害 那以后我们有 电影的剧本 也能邀请你来 一起来参与 可以 可以 有猜有猜 可以 得到了两个领校员 拍灯四票 最后的成绩 我们稍后公布 请川哥进入等待区 公司其实是 准备在这个节目 是干总编剧的 没想到 当了九七的选手 加油 加油 早点当上总编剧